開心 作詞曲 首席 晴天與天 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氣 WOW 有我 一起 一起又再一起 好了沒 好了 好了 OK 來了 Will you be my love? 問問 這首歌曲是來自鄭心慈 那鄭心慈就在我們現場喔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心慈 喔 心慈呢 就我講的 雖然呢 從比賽到現在呢 也有八年的時間 有了 有了 但還是只有22歲 因為你當初的比賽的時候 年紀非常非常的小 現在還是很小的感覺 很年輕的感覺 好像沒有到22的感覺 有啦 還是很童顏 OK 真的 好 這是你的首張專輯啊 總算 總算 就是 其實等待 我覺得不長也不短 因為我覺得也算是那時候真的是小時候 然後我當時候覺得 做專輯或是唱歌要發專輯的很容易 就是在小時候的時候 然後我沒想到 以為很簡單 對 發專輯是要很多工程的 是不是 其實整個團隊必須要去支持他 是 了解 他能夠完成 並且在這當中呢 其實呢 不只是從這個華人星光大到 後來呢 還去第三季的中國好聲音 是 其實兩邊的這個比賽的方式 方式 規格 然後那個文化都不一樣吧 蠻不一樣的 因為當時候 我還記得我16歲的時候 還自己一個人坐飛機 所以我當時候就是因為 之前沒有過喔 對 因為可能也有 很可怕 當時候也有經濟的陪伴 可是有一次是我真的自己要坐飛機 了解 時間兜不攏 有一種很孤單的感覺 所以我也在那時候寫下 想念是最內心 欸 也好 有些靈感 有的時候呢 反而就是要在這樣子的一個moment 你才能夠有那樣的feel 把它寫出來 就經歷什麼 招一什麼 有那個作品對不對 但是在那邊比賽 那個環境跟壓力很大吧 我覺得算是 可是我覺得在星光大到的時候 它是很自由很開心的 就是你會交到很多音樂的好朋友 在中國好聲音也是一樣 然後因為中國好聲音 它是類似像那種戰隊型的 所以又有隊友的 對 在隊友的時候 應該是說那個隊友 其實是一敵一友啦 最後還是要PK 對 所以說很難過 對 但是前面就已經是 大家有這種革命情感的feel 所以 也交了很多音樂的好朋友 對 兩個不同形式 可是我覺得 在星光大到的時候 我是比較 怎麼說 真的很愛唱歌 我記得我就是 應該說那時候 非常的純真吧 對 是不是 就是還未設施 那個時候我看 真的是很純真 很純真的模樣 就很單純 就是想說唱歌 就來比賽 就這樣子 並沒有想到太多 沒想到太多 但是再去這個 中國好聲音的時候 不一樣了 已經會覺得說 唱歌可能是我未來的職業了 對 但是因為我六年級就已經有想過我要當歌手 太快了 對 小六的時候 對 因為就連我的簽名 就是我國小六年級設計好的到現在 OK 就你設計好了 變那麼久就對了 好可愛喔 如果我要幫人簽名的話 我要怎麼簽這樣子 好可愛 就已經設計好了 所以其實是有準備預備要這樣子 但是 心裡期待 這是你的夢想 但真的去踏上那個舞台 有這麼多的各方的好手出現的時候 那個世界變得很大 對 但是我會覺得把就是愛音樂的人 一起集結在一起 我覺得是一件很慶幸的事情 然後我記得在中國好聲音的時候 我第一次就已經超級緊張 我還就是胃痛 因為 它是一個貴的 因為你 它就是轉身你才可以上 所以就很緊張 對那時候是比星光大道還要來的 就是 膽戰行進的感覺 你怎麼克服 踏上舞台之前怎麼克服的 對 我媽就是 我一開始會先讓自己 胃痛 我先前會胃痛 我剛才把它痛完了 對 可是我會裝鎮定 讓大家不知道 其實我在緊張 對 然後唱了之後 我覺得真的都是音樂太美妙 就是音樂會讓我覺得 好我就是要專心唱 所以就真的沒有想太多 嗯 在這張專輯裡面 這個周星哲 也幫你這個 是我的師兄 對 製作了三首 對不對 你知道我剛才把你們兩個名字 合成周星馳 哈哈哈哈 很妙 也有人說我們蠻像的 對 一個周星哲 一個鄭星馳 我剛才是講成周星馳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對 所以其實也很幸運 能夠有這麼棒的一個 就是 呃 製作人 然後呢 又 因為你自己也寫歌 但其實他在寫歌方面 可以給你很多的 引導跟建議 對吧 嗯 因為在幸福藏在哪裡 同名專輯 然後幸福藏在哪裡 這首歌就是 呃 師兄幫我做的 然後他也是 當時候是第一次當那個製作人 哦 對 當製作人 然後因為他 我覺得他 我太崇拜他了 因為他 就是在 幸福藏在哪裡的第三段 原本不是那樣子唱 然後他就在錄音室 就哼了現在這個旋律 他說 那你明天再來唱 所以就等於 現在的幸福藏在哪裡 了解 他很了解 他當下就把一些 新鮮的那種感動 感覺就把它加進去 把它改掉了 哎 蠻妙的 好我們先來聽一首歌曲 當然也是收錄在他這張專輯裡面 是曾心慈的 Don't Give Up Michael 蔣同情 Amy 李明依 打開娛樂 生活 流行 畫夾子 一同開麥了 Yeah 現在就下午4點19分 在我們現場呢 是鄭新慈 哈囉 大家好 還可愛的 這個鄭新慈呢 在自己這個小六 12歲的時候呢 就已經立定志向 未來我要當歌手 而且我們已經把簽名都練好 對 已經練好了 那我就很好奇 你小孩子的時候 都是聽誰的歌在練唱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都會有這個 想要去學習 或是 Amyer的對象 沒錯 就是徐佳玲姐姐 對 難怪 所以其實你一開始就有設定說你未來自己也要創作 嗯 我就算是 因為我之前寫歌都是 我想說我要 我覺得寫歌是興趣 但是沒有想像過要實驗之類的 我就是先把我寫歌 我不會寫歌 但是我就先把日記裡寫的文字 然後噴成旋律 然後再把手機這樣記錄下來 因為你並沒有學任何樂器 是 OK 所以就完全就是憑一個感覺 然後用唱的 對 然後後來才學了吉他等等 嗯 還是有天分 可以讓它對音樂方面的 而且大家看這個振興詞啊 瘦瘦的 但其實你的那個歌聲是很有power的 沒錯 力量還滿足 對 力道還滿足的 有人說我是大音響 大音響 對 對啊 練氣嗎 運動嗎 還是你知道 其實你的那個 你的power還滿足的 真的 我現在都在重訓 喔 真的啊 有嗎 看不出來 有啦 有啦 就是現在 就是這幾天比較忙 但是一直以來 都有在重訓 因為我之前就是比較肉肉一點 可是有氧的那個身體 已經沒有奏效了 OK 後來就是再加入重訓之後 就慢慢再收回來 嗯 嗯 OK 好 這個 22歲的振興詞呢 這一次呢 推出了他的這個 個人的專輯 首張專輯 幸福藏在哪裡 而且呢 剛剛呢 就有在跟大家聊到 就是說 當然這個師兄呢 周欣哲 哲也在裡面呢 這個製作了三首歌曲 是 對 然後再跟大家介紹 其他的那個那兩首 對 幸福藏在哪裡 對 幸福藏在哪裡 因為你講說 他也還包括就 就哼哼哼哼哼 就變成現在的幸福藏 對 對 那另外兩首呢 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這是什麼 你的存在跟 我You be my love 混混 被我影響到了 哈哈哈哈 OK 你的存在 對 更特別的是 是周氏帥哥兄弟們 沒錯喔 周欣哲哥哥還有周欣天 一起創作的歌這樣子 他們一起 周欣天哥哥他是 做詞 然後有令我意外 因為他都是有點 Ref Ref 那種感覺 是是是 然後這次在我的專輯裡面 打造了抒情歌 欸 OK 那你自己的創作 要把它就是 變成這個編曲 的這個過程啊 是 我自己嘛 我自己以往六首歌 就是每一次的創作 我都是用吉他來盡興 然後這套編曲大概是 就是比如說想要 希望什麼不同元素啊 想要怎麼樣 我有希望可以保留的 就是我們一起互相 所以你會跟這個 製作人跟編曲溝通 你覺得你 因為你是你的原創嘛 所以你想要說 欸 如果這個地方他可以 保留的話 那就保留 對 但幾乎其實沒有變太多 但是編曲 就是讓整個曲 就是更豐富 對 更豐富 更豐富 你應該可以唱現場吧 我嗎 哈哈哈 可以 不然難道你爸 喔 沒有 不是你媽 難道是你爸 我們call out 對 當然是你 OK 不是你媽也不是你爸 是你 我 一定沒有問題啊 可以啦可以啦 拆掉過那麼多選秀 看看現在這個感覺 你這個feel 你要唱新歌也可以 你要唱什麼的 就是來上一段 你要唱任何人的歌都可以 你要唱誰的歌也可以 不然我就唱你的存在好了 好啊 好啊 你的存在 是一種期待 現在才明白 我非你不愛 青春耍賴 不想有遺憾 手捧著期待 你卻回不來 你卻回不來 你的存在 曾經的未來 回憶裡記載 無形的依賴 我等到這 卻忘了離開 那時的對白 讓擦肌留在 心跳間徘徊 我可以理解 你為什麼會覺得說 周宇天竟然也可以寫 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這麼 就是深情 然後在裡面等候的 那種歌詞 他應該是痛得蠻深的 我不知道 就是他應該就是 很有深刻的經歷 有他的痛處在 因為他給人家感覺 看起來好像就是 其實是 他比較像是 甩人家的那種 沒錯 他就感覺就是 又帥 然後又壞壞的 對不對 但竟然能夠寫出這樣的 難怪會讓你覺得很驚喜 可是的確就是非常 這個周星哲的那種 他的那種 對 周星哲的那種 曲勢 一聽會指導是他的歌 對對對 就非常就非常 OK 好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 是振興詞 那你在最近呢 會跟大家有這個 機會面對面 還是有什麼樣子的 簽唱小型演唱會嗎 大家可以follow我的IG 或是Facebook 或是YouTube 我最近有就是 Will you be my love的 問問MV 然後我在裡面 又跳一些手語舞 大家也可以去學學看 不錯喔 很簡單 手語舞 看著這個MV 然後呢 大家可以學一下 這個手語 因為呢 的確 現在 我覺得 你的語言 當然是一個溝通的管道 是 但是如果那些 他沒有辦法聽到聲音的 你可以欣賞到啊 你用這樣比出來 也挺有意思的 OK 好 那我們呢 接下來呢 我們要放的呢 就是這首 幸福藏在哪裡 你要不要再來 跟大家猛烈的推薦一下 幸福藏在哪裡 我是想要傳它 就是你們可以尋找 你自己的 幸福的定義是什麼 然後對我來說 自己去定義 對 因為對我來說 幸福我覺得 平凡是最大的公約數 就是幸福來說 因為例如說 我們生活上的一些細節 對我來說 就會找到一些 幸福的來源 例如說 我 我現在 在台北住 然後 然後我 回家 因為我沒有跟媽媽住 我是在來台北 然後如果回家 我就是會看到 媽媽住了 我很喜歡吃的菜 我就是不用講喔 就有一道菜 是我很愛的 我就很感動了 對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找到 你們自己 定義的幸福是什麼 因為有些人覺得 幸福很簡單 很容易找到 但有些人覺得 幸福很難啊 好像一定要怎樣 對 但其實你自己的定義 就覺得 在平凡當中 去珍惜那個moment 去感受到 就是呢 為你付出的那個心 對 吃足 好 我們現在的新場 就是這首歌曲 幸福藏在哪裡 今天這首歌曲 對的自己是來自振興詞 沒錯 那你的對的自己 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對的自己的定義 也許就是 我覺得就是相信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對的自己 因為我覺得對的自己 在每一個歲數 你會有不一樣的自己 對 你就 很難得 你真的年紀輕輕的 對 我覺得 靈魂 不曉得是幾歲 你是因為太早出來比賽 是不是 有沒有 有一種被加速成熟的感覺 是 就是我覺得 每一個年齡層 你會有比較不一樣的自己 就是 比如說我這時候 這個歲數比較任性 或者是我看這事情的態度 沒有這麼廣 就是我在這個歲數的時候 我認識到這件事情 就是 沒有像現在那麼寬廣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對著自己 剛好這一首也是很具挑戰性 因為 這首歌是我錄製專輯的 最後一首歌 然後 要收尾了 對 要收尾了 然後也原本最後一天 殺青了 這樣子 可一天就說 性慈可能對著自己 要補錄 然後我就 因為我當時候 我就去跟朋友一起去健身房 然後就接到經紀人的電話 說要補錄 然後因為 剛好最後一首 我就想說 那個壓力就已經要卸下來 對 就去運動 然後沒有 我們就還是回去錄 然後就是最後開會啊 等等的 就是在真正 因為我非常喜歡 徐世珍老師 填的這首歌詞 就是 我很喜歡有一句是 只要找到對的自己 對的人是否就會出現 對 自己對了 對 那個你想等待的人 他自然會出現 你自己還沒準備好的話 不會有對的人出來 對 而且我覺得尋找自己也是 就是一生的命題 就是因為每次都不一樣 是的 對啊 只是那個型 那個型態很像 可能個性很像 可是你每次 比如說你到25歲 我可能現在講話又不一樣 對 所以想要送給大家對的自己 好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可以再來 清唱一首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 這個 清唱一首 對 這個時候再來一首 嗯 還是就這首 好啊 當然好啊 可以啊 看看你這首唱出來的是怎麼樣的 對的自己 對 對 好 OK 好 嗯 對的自己 Yep 最傻的是誰 妥協的是誰 不止一天兩天 用你的擁抱來定位 然而我是誰 肥鳥或雲淚 可能找不到對的自己 對的人永遠不會出現 Yeah 對啊 你真的蠻厲害 你那個假音的 那個氣怎麼那麼足啊 而且很穩 對啊 超級穩 好厲害喔 對啊 你知道 聽眾朋友 你們剛剛聽到 他那個 那個高音的部分啊 就是用這個假音加氣音唱 那很不容易耶 很不容易 蠻難的 對 那真的不容易耶 那會唱歌的人就知道 就是 你要到那個點 然後呢 那個那個氣 還要把它就是 那個旋律 跟那個音準 音準 都要把它維持住 音量要維持住 這個 這個 唱法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太喜歡吃這樣一個姊姊 我就是很喜歡他聽他專輯裡面仔細聽 他每次假音都可以 他可以就是這樣散出來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以往就是因為多聽歌才有一些養分 對養分 我覺得 當然這個 鄭辛勢也是真的是很有天分證 就是說以他的這個吸收跟他的成長的 你看 你看这个凭着感觉 然后后来再学的吉他 就能够在自己的作品里面 有这么多首 你知道其实你也很幸运 就是说也遇到了 懂得欣赏你的伯乐 然后帮助你把你的歌曲完成 OK好 那你除了周星哲之外 男歌手你喜欢谁的歌 我要先把周星哲除外 不然你只会回答他 我们也是觉得太无聊 除了周星哲 除了周星哲之外 男歌手你喜欢谁的歌 蛮喜欢 威里安 威里安 OK 卢广仲 也是走这一挂 对可以理解 自己创作然后有点文青 然后有点偶尔小小怪一下的 又加哥哥 林又加 对对对 都是这一类的 可以理解 都就是在演唱上面都具实力 但是呢 在创作也有他们自己 独树一格的风格 是 不错哦 OK 好那请大家呢 这个follow新词 他的这个IG啦 他的这个官网啦 然后呢 未来呢 会在这个MV里面呢 不断的有新的东西的释出 对吧 OK 好那在这个专辑当中啊 有六首都是你写的 对不对 对六首是我的创作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几首 现在再来跟大家讲其他其他你那几首的那个心情 嗯 嗯 看一下 对 跟大家分享 就是大家也很想知道 就是说你在创作 然后呢 之后他们再来听这个歌 你知道就更有那个画面 嗯 嗯 嗯 我讲一下吴明花好了 OK 吴明花就是 其实很特别 也是我自己写的 嗯 然后 其实是我写给我妈咪的 嗯 因为前面呢 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 诶那是什么语言 对 你在说什么话 怎么呢 它是印尼文 印尼文哦 很美很美 对 这个妈妈是这个印尼华侨 对 所以加了这个印尼文 让妈妈想一下家乡是不是 对 就是 就想说 嗯 因为妈妈就是来台湾二十几年 我就因为比赛 有了一笔奖金 我们才回去印尼过一次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太辛苦了 那时候啊 我的天啊 然后 所以她 她之前都没有回去过 没有 所以 所以 所以她从过来 就是结婚到生小孩 就变成就是她完全懂 就是奉献在这个家庭里面 哦 所以拿你的奖金回去 对 哇 好感人哦 哇 那个好有意义 而且我见到那个印尼的家人 也不会觉得陌生 因为我们是第一 真的是第一次见面 是 就是你不会觉得说 我跟你好像 很疏远 并不会 嗯 我虽然听不懂 但是 你觉得跟他们很亲 对 我们就是会比手话讲 哇 那你妈妈的妈妈想死她了吧 真的 哦 那阿嬷 见到就是 他们就是直接打 一定是飙累啊 因为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西乡背景 天哪 你那时候有没有 也很替自己高兴 就是哇 我有奖金 有 因为 我就是哇 你可以做出什么 你可以付出什么 对 因为我当时候比赛 我就是真的爱唱歌 我也没有想做什么输货 我也没想过自己 真的有一个名次 是 然后 真的有一笔 多出来的奖金 我就想说这么多钱 就是 我自己还小 我也不知道 怎么懂得运用 所以我就 我就先给了我的妈咪 然后 比如说有 用缴一些学费啊 等等的 但最终我觉得 最好的是 想要把那些奖金送给妈妈 然后让她来印尼 对 好好地运用 那所以你那一次的 陪妈妈回去印尼 她当然是回家乡 可是对你来说 也是某 某一部分的家乡 但是又是一个蛮新奇的 因为以前也没去过 对 对不对 对 我好喜欢那边的天气 因为就是 完全不冷 没有冷的天气这件事情 对 而且它就是凉凉的 也不会潮湿 是吗 妈妈的家乡是凉凉的那种 对 就是夏天 就是有点像那种 快要秋天那种凉凉的感觉 是 很舒服 很舒服 对 那有特别喜欢吃 那个 印尼的什么菜吗 印尼的什么菜 你妈妈会做吗 你妈妈在家里 会不会做印尼菜 还是已经做到台湾 已经台湾了 已经做台菜了 对 已经做台湾 嫁鸡随鸡 没办法 对 可是印尼就是 有点 因为我很爱吃辣 就是会有一种酸酸辣辣 对 其实他们的辣是很好吃 不然用什么炸鱼 然后用那种酸酸辣辣 我就好吃 对 因为其实妈妈 妈妈来这边那么久 其实我们 呃 台湾人吃辣的真的不多 真正台湾人吃辣的不多 对 然后比较都会 台北 台北比较都会这边的人 慢慢练习吃辣比较多 因为聚集吃这个麻辣锅 可是其实很多地方 大家真的不太吃辣 对 蛮有意思的 很爽 是不是 加那种酸酸的 现在有点分泌口水 真的 我都会有听到都是啊 就整个口水不断的分泌出来 你看好好吃喔 这个 哇 辛慈的这个孝心 当然也可以感觉到 就是妈妈对你们整个家庭的付出 对 所以让你也能够 好伟大 而且大家也可以从辛慈的回答里面 包括就是他认为平凡 平凡的那一点点的那个观察 就是就是他的幸福 所以其实就是知道说你是来自于一个很有爱 然后很有安全感的家庭 所以给你可以你知道啊 你可以那么的自在 那么幸福的来表达你自己 所以才写了文化给我妈妈 很不错 其实还有写学不会长大的大人 哪一个人是这个人呢 谁呢 你的椅子 或者是我想要送给大家 因为我那时候是也是在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写的 就是学不会长大的大人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大人有时候其实也像是小孩一样 可是他的任性可能不会被接受了 可能小孩的任性就是哦你好可爱 就是你这样任性可以很容易被原谅 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大人 我就是有时候小朋友的时候 还作为小朋友的时候就是 因为我在13岁的时候就是小朋友嘛 大家都大哥哥大姐姐 他就说你长大就懂了啦那种 所以我不喜欢那种大人就是 他不会给你解释你就是 就是直接下来去 其实坦白说那些大人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在干嘛 他们真的无法解释 所以他才来这么一句很多都是 所以才会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这个小朋友你们每次问说 爸爸这是什么妈妈 小孩子不懂不要问 我跟你讲是因为大人回答不出来 没错 可是我就是希望 我就是在比如说真的要当妈妈或是怎么样 我希望我不会成为那样子的大人 了解 你期许自己就是说到了那个阶段 你能够足够成熟 来去承接那个位子啦 那个角色 对不对 还是可以解释给小朋友听那类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在最后呢就为大家呢 来播放 这件事自己写的这首歌曲 学不会长大的大人 你看照大人 地唢人 追只大人 度好 是 够ен 是